说到鸦片战争,首先就能想到的是清军挥舞着大刀来抵抗西方列强的火枪大炮,腐败的清朝政府。 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发明火药的国家,却没有正确的使用,这无疑是中国最屈辱的事情之一。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历史事件之一,很多人都归结于中国清朝时的武器落后,政府复败等内部原因,还有英军先进的箭炮和火枪地等武器上,但是实际上让清朝政府和官员最头疼,不是箭炮和火枪。 这些武器,而是英军的火箭炮,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,英军就首次使用了康格里夫火箭炮,攻击清军的炮台等设施,并用来攻击沿海城市,到后来导致了广州、浙江等的沦陷,这使得清军完全没有还手之力。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,英军同样使用了这一火箭弹,当时清朝政府在洋雾运动时期还放置过这一火箭炮,虽然清军实力得到了加强,但是到最后由于技术的进步,这种老式火箭炮,由于受到很多限制而被淘汰。 在鸦片战争时期,清军使用过自己的传统火箭炮,但是由于太过于落后,并没有影响战局,反而英军先进的火箭炮,使得英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,获得了很多利益,也使得中国成为了西方列强瓜分的目标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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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